那个你是不是这个松北的这个 哎 林伟是你吗 林伟四十多了 那年啊 是我 我是林伟啊 哥们你谁呀 你好你好啊 那个林伟啊 那个是这么回事 这个杨镖网啊 跟我是好哥们啊 然后我也听说了 说杨镖咋的 你们跟那个 一个杀手老板扫钱啊 他给咱那宝 那个人跑过来 谁有这事吧 林伟一听 对 有这事 一共是多少钱 欠你 欠你二百四是吧 啊对 二百四 啊 不知找你啥意思 我就没明白了 弟 那个是这样啊 那个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我啊 那个我知道你弟弟啊 那个你们在这个南杠那边 我知道啊 这个教育男 老弟我知道你啊 你就说啥事吧 知道我 知道我就行啊 是这样啊 那个 那你知道我这么的吧 我听你孙儿挺大 就是林哥吧 林哥你这样啊 这事你给个面 啊 因为啥呢 因为这个杨镖吧 我俩好 他也没想不还 人家社会也混得也挺奖的 哎 人说了 这个钱呢 啥意思呢 他先找了那个老板 那毕竟这个二三百万 是不是 也不是个小数 啊 杨镖全拿的话 杨镖也挺他妈冤 哎 但他饱了嘛 他找找你给他点时间啊 你给他不用多 给多少时间 半年半年 你给他半年时间啊 半年时间之内 他要找不着的话 哎 那个在杨镖把这个钱给你 他也插不了你的 是不是 他也不能跑 杨镖给宋北的 刚刚还有别的买卖 他能跑吗 他也跑不了 你看你给我个面子 啊 这个事你别催了 行不行啊 半年之内吧 啊 半年之后我就不管了 你看行吗 林伟一听 啊 那个 元楠呢 行啊 没问题 因为这个哥哥 我知道你啊 在哈尔滨玩的不错啊 哥这个面子得给你 哎 元楠一听还行啊 挺好使啊 真给面了 没想到 哎 但一接下来就说 说可以给他半年时间 啊 但是呢 这个你看啊 老弟 我这二百四十万 说都不说 说少不少 我要往银行放 是不是得有利息啊 啊 那你看 你这么的 呃 他现在找这个 叫这个老徐的玩 他一时半会儿 他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找的 你这么的 啊 我那个钱呢 你要他按那个日利息 这个百分之二给我 哎 就完事了 你看行不行啊 然后直到他找到人 把钱还我 或者说他给我 行吗 那一听百分之二 那没问题啊 那百分之二多钱 行行行行 我问问他啊 我问问他 那个 哎 那个你给拿点利息 你这话应该给呢 你要百分之二的利 啊 你看看 啊 这个 找找人之后 就不用给了 男哥 杨彪讲话 男哥啊 你这都百分之二的利 多多多钱吗 原来不放钱 他们脑袋一天 讲话都这么臭大了 多钱呢 嗯 几千啊 几百 一天好几万 一天得四万块钱 啊 多钱 一天底四万 十天四十万 一个月一百多万 俩月基本就 要是半年的话 得干好几百万呢 哥呀 那半年 一百天就整四百万呢 那那那三月就整四百万 半年都得整七八百万 那男哥 那那那我找你 这个 帮我交个话 不能越交越多呀 男哥 这他妈不得给我干 倾家当产呢 张军哑话 哎呦 我擦 这男的 你这脑瓜子 就你这样 还还还给这 还给这嘎嘴 啊 人家把零头 给你抹了一天 都得四五万呢 那那娘 这他妈不玩的吗 原来当时就上头来 嗯 说你看他妈的 我咋 刚才还说 行给你面子 你这不都我玩的吗 老铁 正常人都得有这个想法 咋的 啊 不是啊 哥们 你还在不在 另外一讲话 我在呀 啊 老铁啊 咋的 不是你玩的 啊 他妈一天四五万块钱利息 他妈十天找不着 他妈那就四五十万 一个月就整一百多万 啊 那那那半年多钱呢 啊 那我咋 我叫句话 怎么那还还比原来还多了 不是 老铁 那你看 那他要是不使劲的话 那肯定那那日子就长 那利息就多 那他使劲找 他三天可能找出来 那三天没多少钱呢 十来万块钱 那我二百多万 我放哪个啊 他不不不成 不成效益 哥们 那是你的钱 你也不能白放 那个二百四十万 别人花着吧 对不对老弟 咱那玩江湖的玩 是两分一点啊 我认为我也没啥毛病 啊 我要点力 有毛病吗 哎呀 袁南这嘴皮子吧 确实不行 他跟刘霜比不了 但袁南吧 其实人家林伟 其实没啥大毛病啊 但袁南这种人 就脑瓜有点较劲 这另外啊 别闹得可气不利不利的 我就问你 我叫袁南 有没有这个面子 你一分钱利息别要 你给他半年时间 啊 我叫这个话 哎 半年之后没告诉你 早上要几个一天 要十万 要二十万 要一百万利 跟我没关系 他不找到我了吗 给我个面子得了呗 啊 半年之后 然后 他找不到人 二百四十万 一分不差 还给你 老弟啊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你看咱俩也不熟悉 是不是 我是听过 你咱俩连面都没见过 咱还有那么大的棍儿 啊 再说着 那叫话 你说你一个南杠的叫话 你让松北的干来 叫话来来 叫话呢 双方都得认识 都得信服 你说你来叫个话 啊 老弟啊 你说是那么回事吗 啊 要我说呀 你就别给他叫这个话 啊 其实林伟啊 不想对着越南 他唠嗑吧 没那么冲啊 越南一听你说啥 啊 我他妈南杠的 我上松北叫话咋的 啊 不是 老弟 你你别这么唠嗑啊 你可 我他妈就这么唠嗑了 我他妈还上脾气了呢 还利息 一分不给你能击不咋的 啊 一分不给你能击的 就不给你了 越南不就击了吗 说不给你了 林伟一听怎么的 不给我了 二百四十万不给我了 吹牛逼呢 你谁他也不行啊 叫越南呢 知道你玩的好啊 当时越南 我告诉你 你别因为帮他叫这个话啊 你把自己车里面犯不上 咱哥俩之间没啥事 对不对 哎 大哥我劝你一句啊 越南 知道你社会上玩的不错 但是啊 越南 你这事你往里面插会 你不对劲啊 你别他妈管对不对 杨标跟我好 我就告诉你 一分不给你了 能击不咋的 你在哪呢 啊 不是 你们欠我钱 他欠我钱 啊 你们怎么还 欠不欠你钱 不给你咋的 你告诉我 你在哪呢 来来来来 见个面 啊 我他妈在 南刚我在到外的 我就给你叫这个话 咋的 啥意思 你们在哪呢 不是我在哪咋的啊 我我在哪咋的 老弟啊 我在哪咋的 你还你还要干我呀 是咋的啊 啊 咋的 你敢不敢见面 还还敢不敢见面 不是老弟 你真以为我怕你呢 啊 脸给你们多了 我发现你们这帮小年轻人就整晒脸 他妈混江湖 混这混 老铁林伟他们就属于古典流氓 知道不 八年代混这混这混 哪就不有这说的 这焦男的瞎就不等啊 这你混这混混 混啥你 这个事你都没道理啊 哥哥我他妈站着理呢 我怕你吗 啊 我在哪呢 我在松北你来吧 啊 你牛逼就干我呀 啊 别老鼻子没有用的 啊 我上松北找你去 啊 不是 老弟啊 你真犯不上 咱俩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的啊 焦人男 啊 你打声打声 我我林伟给松北 我干啥的 你干啥的 你啊 他干啥的 杨派讲话 他他干专场的 你他妈一个专场老板 你给我俩装什么社会 啊 我专场 我专场老板 行 啊 焦人男 你他妈打声打声 我八十年代 我干啥的啊 你你你别管看 我做点买卖 干个专场 大理事场的啊 你党党的社会上 我是干啥的 你爱他们干啥干啥的 我没钱打听你 啊 你不专场吗 能找着吗 杨派讲话 不是 你等着啊 我他们现在找你去 你别走啊 你来吧 给你们惯的 你来 啊 你十个爷们 你过来 谁擦我一分钱 都不好使 啊 杨派讲话 这钱他们杨派不给你了 算我身上 我一分都不给你啊 啊 我找你去 好了 八岔电话就给撂了 那老姐 这事就落蹦了 这杨派上头了 你看刚开始 还是我的时候没面子 就拉倒 哎 就算我帮不上你 马上谢礼啊 但人社会人一唠壳吧 就就就上头了 这是什么啊 老铁 撂了电话之后 啊 谁呀 这杨洋标一瞅 这这这这讲话了 那个 男主人啊 别的别的别的 别因为我这事 你们整的这个 你们都不认识 你们是因为这事 打仗翻不上 不行 这别晒脸啊 给我俩装他们老皮子 八年代老钢套子 谁呀 傻滑 啊 李强啊 这这这这这牙吧 拿家过这儿啊 傻滑的把那五连都拿了啊 一会儿这这这这上宋美 干他家 这样就讲话 咳他家 咳他必须咳他呀 焦板吧 这时候 杨洋标一瞅 不是 男哥呀 拉倒吧 这事就这事 我不行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啊 你们一去打仗 这不就出事吗 不好啊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跟他说说吧 我回松北找找人 是吧 男哥不用你们了啊 不用你们了 不行 上去讲话了 这是你不用的事吗 这会儿这跟你有关系了吗 这这是男哥 他妈跟那个 就叫什么林伟的事了 能找着地方吗 找着地方你带路 杨洋标心讲话了 这焦眼团的性质 我太值得了 这帮逼养的才狠的 去的容易把人打死 哎 老铁 你说他们真把人打死了 是不是 不是 整大 整大整鸡毛 打死才好 打死我省钱了 他真把这个林伟给消祸了 我是不是省钱了 老铁 杨洋标心里是这么想 他表面能这么说吗 他能说你们去吧 咳去吧 给他咳死我省钱了 不是 男哥 就是个 你真犯不上啊 因为我的事 我回去 我找找人 我跟他说一声 别这么废话了 啊 我们肯定去啊 带路 能找着专场吗 要不要新讲话呢 你去去呗 我心头乐开花了 你们最好去 光就一想 干死得得得的 那个 男哥 我能找着 关键就是 我不知道他戴不戴那个 他能不能宰 原来讲话别废话 带路啊 原来讲话 屋里一看都是谁啊 老铁 真拱劲啊 一缕屋里面啊 有焦岩南 有张军 有唐立强 有哑巴 有傻滑的啊 有这个福果汉强啊 但是没有刘霜 没有海涛啊 也没有当时战书了啊 这个谁呢 哎 这个哎 后家这个团伙那俩小子 干啥去了 哎 曾大伟跟李林平 李林平都去找谁去了 都去找这个 福斯哥喝酒去了 因为毕竟跟福斯是一个团队 那老铁 白天屋里面就这么齐不个人 原来讲话呢 有柳四大猛人 那个唐立强 傻滑的哑巴 再加上那个张军 这不就够用 再加原来 这就五虎将了啊 这家福果汉强起一个 再加他就八九个 海老棒子呢 讲话够用 啊 就走 家伙拿着 傻滑的跟哑巴讲话 阿爸阿爸 翻箱倒柜的 八八五帘子 这宫人都五帘子都有的 原来这宫人都用啥了 原来都用成五加四了 装备绝对够用了 有钱了 啊 那老铁 大伙下楼 这时候咱说 这个杨标 我一路上还给他劝 但心里面啊 确实已经乐开花了 讲话呢 原来这个团伙去 最好他们林伟 他们叫板 打死的得得 心里面没 把他打死 剩那三个人 一百万的 那个几个人 他敢要吗 那几个逼仔子 啥也不私的玩 我就赖他能咋的 想可好了 他们一共开三辆车 就奔往了当时战书了 专场去 那老铁啊 往那边去 那咱们再说是 这个专场的老板 专场的老板 美星专场 这个老板 我说这个林格林伟 绝对不一般 林伟当时确实在 八十年代 人就挺牛逼 而且挣到大钱了 在九五年代 趁着千万以上家当 还有那些买卖 人绝对够用 林伟讲话呢 娇元男 你他妈跟我装啥呀 你啊 小屁仔子 啊 讲话呢 但他们娇元男挺狠的 我确实知道啊 他把杨标的兄弟 都干死了吗 他们的那伙人 那我太知道了 在哈尔滨的社会上 干死几个 我也听说了 啊 他们跟他干 他们翻不上 但我能怕他吗 你说这事我还站立 找人吧 哎 电话 就不够出去了 打给当时在 中北的 阿德老体啊 也这么一个 大楼里面啊 四栋大楼 四上的一个大楼啊 大楼里面 顶楼有个办公室啊 后面 查小旗 小圈柜 小地球 一小地图的啊 旁边还挂了一套 白信三人老体 哎 我是中北六战门的 这个一板啊 我老林的 我啊 谁啊 哎 他就 啊 哎 这个林赵啥 咱就不说全名的 林局长啊 老体 跟那个林伟还一家 但不是清哥啊 林哥 我林伟 啊 林伟啊 查谁的 林哥 喝了 喝了 中午 刚才区里面来两个林子啊 区副局长 啥的 规划局的还有 啊 一起给单位喝的 喝了茅台 啊 咋的老弟 哥 我跟你说个事 咋的啥事是吧 那个 前两天吧 我宰那个阿大跟那个杨彪 你知道吧 知道杨彪 跟杨彪在一起 我扫钱嘛 那个阿大就放个局 有个姓徐的 这比他们欠我二百多万跑了 杨彪不叫这话吗 前两天你记得不 我让你找个姓徐的 啊 要查他 啊 我知道 那找不着 哪上哪找去 也没偷没抢的 通缉都没法通缉啊 这这这跑就跑了 那我找杨彪要这个钱 你说应该的不够 应该啊 那肯定得要啊 谁现在不要啊 关键这逼 他妈不给我 不但不给我 他找他妈 哈尔滨社会 大流氓的啊 找那个汉匪级的 那个交援男 啊 这个 这这这这这 这喝我来了 打电话刚才给我骂了 说要来喝我了 咋的 哈尔滨社会 交援男 你再大流氓的 你倒咱的嘎子来 还能够咱他们应家 啊 咱是干啥的 咱不专门收拾流氓的吗 呵 哥 那啥也不说了 那你说啥 我一会儿啊 我一会儿我派 去把那个 啊 我派那个 那个谁 我派那个 那个猴队长去 把他们全都给我 砸 瘦上 这事还 还用你操心吗 该哪嘎子 出去带我专场 你等着 我现在派猴队长过去 看他们咱谁兄弟多 抓了死 瘦开皮 好了好了好了 大哥 那麻烦你了啊 麻烦啥麻烦 都自家兄弟 操啊 那好了 我跟你说 我女儿 那个前两天 那个 学校你就给汇款了 干啥给汇款 不是 哥 那不应该的吗 他改国外留学的 那不应该的吗 零花吗 你这小子 行了 你嫂子还说呢 说那个郭山啊 这个项链呢 你送的也挺好 哎呀 林哥 别闹了啊 那个林哥 那我等你了啊 行行行 打电话 我先打电话 我安排啊 我先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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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打电话